早於80年代,澳門開始逐步發展,各類型的建築項目增加,令建造業發展蓬勃。 但由於當時工作場地的保障不足,工人缺乏安全意識,而引發了很多工業意外,造成工人傷亡。 當時為了保障本地工人的職業安全和工商保障,建造業總工會在工聯總會的協助下承諾,持續推動政府和企業進行立法,確保工人在工作裏得到應有的保障。 其實今年在建築業的就業情況都挺令人擔心,除了我們看回數字在剛剛線這一季公佈的失業人口和開工不足,都是近兩年以來最嚴重。 原因就是在本地失業人口這麼多的情況之下,澳門仍然有超過三萬個建築業的外勞在工作。 一個建築業的退場機制是很重要的。 近年,澳門基建項目相繼落成,本地工人的工作機會亦除之而減少,而政府亦沒有為外地勞工設立完善的退場機制,因此嚴重危害本地工人的生計。 從工會的角度來說,我們很希望退場機制應該和我們的失業率或就業率的數據去做好調整。 現在在澳門,現在不是沒有工程的,是有的,但是相對工程量是少的。 類似這些,如果我們將退場機制做好,它是對本地從事這個行業的工友,起碼都能夠有就業的空間。 自賭權開放後,大人基建項目不斷開展,對工人的數量需求倍增。 有很多大人的項目相繼引入外地勞工,但由於經濟利益關係,黑工問題相繼出現。 對於本地人現在存在有一定的建築業失業情況,但是同一時間外僱人數很多,政府除了要削減外僱額和限時要退場, 讓本地人有更多就業機會之外,其實黑工問題也是挺困擾整個建築業的情況。 第一,這個請黑工是一個違法的情況,而另外它也會衝擊住宅本地的一個就業機會。 黑工問題長期以來對我們的行業影響是很大的。 作為政府如果它在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和巡查, 事實上讓我們本地的工友能夠有多一些就業的機會。 即安建作為我們建築行業是一個高危的行業,所以工會由創會到現在來說, 我們在這方面是很著重這方面的宣傳工作, 以及在近年我們都投入了一些課程。 另外一個,從會務上來說,我們很希望將工業安全這個宣傳工作加大我們的力量。 這個是從服務到維權,因為工業安全也是我們維權工作的一個組織。 每個集合的時間數目還活動。 神經典五分別人支持你。 是在我們每個集合的長暇中之間、 每種休息都在… 在 nggak工還活動。 某一個集合的,